原标题专访杨幂自己不会说谎话,只想做善良的演员。 不在乎别人的看法,近日杨幂接受了某媒体的采访,在采访中,她坦诚相待将自己剖析一番, 也让人在看完采访后更加明白了杨幂是谁,她是怎样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的。 主持人开门见山,就问到杨幂对于晚会上什么节目更感兴趣, 而杨幂也老是回答道,更加偏爱的还是小品和相声, 看来这一点上,杨幂和我们普通人一样,看晚会都是为了图个乐呵。 接下来,主持人很有针对性地问道,在娱乐圈里你的言行都很更直, 这是从小就培养出的个性,还是塑造的人设杨幂很直接地回答道, 这就是自己的状态,如果一直假装和伪告,总有一天会露线, 而且整天装着太累了自己不习惯。 同时,杨幂还表示,自己的记性不太好撒过的谎, 很可能就忘记了自己远不回来。 所以,与其撒谎,不如他踏实实做自己想说什么就说出来, 想做什么就做什么,在谈到关于他人怎么看待自己的时候, 杨幂也表现出自己一贯的耿直和心直口快, 他直接说自己对别人的看法很无所谓, 不在乎别人怎么看待自己, 因为不想成为别人眼中的人,不管别人怎么看,都不会影响自己, 而这也让人想起,他与刘凯威的婚姻在事业最好的时候。 杨幂义无反顾嫁给了刘凯威,并为他生下小糯米, 而在和刘凯威感情出现问题后, 也从来没有去野蛮遮盖什么两人彻底零交流, 零互动,不像其他明星那样。 利用夫妻美满的人涉去圈前同时杨幂也表示, 拍戏是一个积累的过程经历多了, 自然而然就能演出来。 所以,他不会特意去看自己从前拍的戏主持人问, 那你怎么进步?杨幂回答, 生活多揍我几拳我就进步了,杨幂如此耿直地回答, 也让人为他感到一阵心疼了。 主持人问,那你感觉自己挨过揍吗? 杨幂很快回答,有了有了有了, 作为一个流量演员杨幂, 近日微博粉丝也破译了, 可以说,他的一举一动, 都牵动着粉丝们的心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